接下来的区里走透透单元带你来认识南港区的洪福里 南港区洪福里位在中坡南路、玉城街和城福路之间 大部分都是住宅区 土地面积虽然是南港区最小的一个里 但是各项生活机能非常完善 加上里内拥有四公顷超大的玉城公园 因此住在洪福里的居民都相当的幸福 我们这个洪福里是南港区有24个里 那么洪福里是我们最小的一个里 面积只有0.16平方公里 那我们有大概最近5000个里民 大概1655 那这个一共变成47个里 那我们有一个玉城公园 还有我们福德公 我们这边大概就是老龄家站的比较多 那么他们的上班族也蛮多的 不非常单纯 虽然洪福里拥有超大的玉城公园 但是玉城的管理维护便显得相当困难 牛立长也希望大家能够发挥功德心 共同维护环境整洁 我们这玉城公园复原相当大 我们有福德公 还有我们这个玉城公园的地下体车厂 还有游泳池等等设备 还有儿童设施活动 那么这个地方非常大 而且附近这好几个里都在这边来休闲 平常假日的时候特别多 在维护上是有相当的困难 除了公园管理处派志工来扫之外 那么我们里面每一个月 第二个礼拜 我们有志工全面出来打扫 维护这个环境的整洁 那么当然这个 比过去我们是有进步了 那么我们也不愿意 不要任意的乱丢认识 大家共同维护这个环境 台北科技大学上校主任教官退伍的 洪福里刘敏康里长 是第十一届新任里长 同时也是洪福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本身拥有的学经历 对于各项行政业务相当熟悉 因此担任里长便驾轻就熟 三年多来让洪福里获得许多机优奖项 第一个就是我们入屏专案 还有我们后巷的美化 以及我们这个公园的彩绘 路灯的这个感应灯的更换 以及这个我们社区专的LED灯 还有公园的围墙彩绘等等 那么还有异象的设定 那这些我们不断地改善 希望能够提高里面的生活品质 我们这个志工有20多位 当然由于他们的参与 大家努力 我们一步一脚印这些人来 那么我们得到了很多的鼓励 以及我们的很多比赛 我们都得很好的成绩 那么从我们墙壁上挂满的这些奖状 就可以看出端倪 我上任以来因为我个人 虽然不是学法律的 但是我对法律可能比较兴趣 所以各个除了自己自秀之外 充实一点本质学人 希望为更多的里面服务 那么这些年来 我个人对老激发 老退 新智 国民年金 老保年金 有所研究 无论是在这些方面有问题的 我都能够把它意义地解决 同时我也除了法律之行之外 我也替里面写转子 在这个服务过程当中 一律免费 不收任何一毛钱 那么有很多人包个红包个 我都把它退回 我想说能够帮助别人是快乐的事 刘明康里长表示 每天的时间几乎都在服务里面 无论再忙都会在礼办公处 待到晚上九点才回家 用军人最严谨积极的态度为民服务 希望让红福里更幸福快乐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播导